來看東方市的路地 一間處理本的公司 後面就有說很臭 也向立委和議員登場 也向環保室 先說會先來停工 七月十四進場 會拿出古臺改善的作緩 也先說氣熱熱 繼續進場會來改善 風從那邊來的時候 就學校全校都聞得到 很臭 受不了 很臭 天氣很熱 這個草味對風吹出來 通常路地區海鷗裡 先出噴的處理槍 因為發出草味 很多次去給他面空氣 在噴處理槍旁 坐車我要兩分鐘就夠的 海鷗還有少數生 也炒得撞不住 例如說這個草味 已經嚴重影響 學生孩子特色的環境 空間已經被壓縮到 只能在學校教室裡面 因為不敢出來外面 因為那個惡臭 會造成學生的噁心吃不下飯 我們首先是有一個改善的計畫 對於設備的老舊 還有就是應該維護的地方 我們會盡全力的去達到環保局的 一個要求 沾對今天的抗議 立委和議員都很關心 入口 也向環保教生路 足足停工 在十四年前 拿出古典改善做法 同樣拜訪草味 另外還有研究設一個替問 在不用洽量進出的時候 高隆島的草味 千多就騙得到 也生路 效果 繼續進行完善改善 我們也派了專家學者 進場去做一個技術的輔導 環保局也會持續來追蹤 空污改善跟異味抑制的成效 如果說這個自主改善的這一部分 如果沒有完成的話 那我們會要求環保局依法重罰 本來處理沖 因為一直有草味 影響既然的生活品質 議員是說 除了天空改善 也因為每一個山頁 都應該有山頁的社會接種 不管在哪裡 攝沖還是山頁的類別 都應該有接種把空氣品質照顧好 環保局也表示 會維修對中工廠改善的效果 還會依存來的方向 提前客在市場 記者綜合報道